脑出血案例 患者叶先生63岁 于2011年3月30号 在其自行车送保健品货物途中 瘫倒在路边 经路人通过110报警 或民警救援 送至附近医院急诊抢救 入院诊断 1.脑出血 2.原发性高血压 3.电解质杂乱 住院期间 其家属向我咨询治疗意见 我建议采用原始点为上策 家属采纳我的意见 于4月20号入院三周果断出院 当时根据病况 家属为他购置了瘫痪用床和手推轮椅 出院次日4月21号 清晨我带上光盘去患者家中 进行头部原始点按推 并煮内服姜汤 外用外热源 除为停用降压药外 其他一切治疗手段停用 也教会家属手法操作 白色处代表出血 处理效果十分明显 一周后患者可下床走动 一个月后生活基本可自理 当初准备的床和轮椅均未使用 4个月后8月15号 颅导CT复查 血块已完全吸收 脑结构基本恢复正常 于2014年6月5号 再度登门造访 患者一切正常 并可操作配索 出血处已恢复 前后历经四个多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